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码视频 我是小白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表格显示 太常用了 咱们要写片博客 肯定咱们希望能有一个表格 咱们比如说咱们要记录一个世界杯 当前的战局 咱们要做个表格 对吧 小祖赛各期多少分 这个肯定是用到这个LTML表格 该怎么做 Markdown语法是支持表格的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知识点 表格制作与显示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这么做 在Markdown当中使用 大家请看 减后和竖线 干什么 来制作表格 怎么做 看例子 大家请看 非常的原始的表格 我就是用这个竖线 外加这横线 来画出一个生生的画出一个非常难看的表格 你看 比如说 我这个表格有三列 TH1TH2TH3 对吧 有三列 然后TD是表数据 表里面的内容 有三列 同时注意看 我这表格还有三行 对吧 表头行 还有两个表数据行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地方是说 我这画一道线 说明这是什么 这表格的分割线 表格这一支上 是TH 这一支下 是TD 大家请看 就用竖线 用这横线 生生的画了一个非常不好看的表格 但是呢 它就是表格 没问题吧 再接下来 使用表格对齐 这个是咱们也非常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咱们显示那个 每个球队的这个积分 该怎么做 可能积分要对齐 对吧 怎么做 你看啊 这个都是和刚才一样 这个和刚才也一样 表头和表数据部分都一样 不一样 是一个表修饰符的地方 注意看 如果我要想让我的数据居中 该怎么做 刚才我是画了四个 这个减号线嘛 对不对 横线 现在不了 大家注意看 在横线的两端 我各加上一个冒号 如果这横线两端都有冒号的前提下 说明这个表列是居中列 如果大家请看 只有左侧有冒号 右侧没有的话 这个呢 是居左列 如果指定是右侧有冒号 左侧没有的话 是居右列 OK 咱们一会儿看结果 首先 咱们赶紧先把我的渲染器运行起来 非常简单嘛 非常简单是简单 只不它是用这个 非常原始的减号 加上竖线生生的画列表格 直接拷贝过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够 那请看 表格出来了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生成的tag 生成的标记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注意 生成一个table 没有问题吧 打开 生成了一个head head什么 表头吗 还生成body body是什么 表身吗 对吧 好 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生成了三个th h是什么 表头 表行 表行头 对吧 ts1 ts2 ts3 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body 数据的部分 注意看 生成两行 每行是用一个td包围 分别是td1 td3 td5 td2 td4 td6 没问题吧 跟那边都完全的一样 有朋友说 表格生快重 也不好看 对吧 这个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这个是 您使用这个网站服务的渲染器决定的 跟Markadon语法 没有关系 Markadon只是提用了 用简单的语法 来生成html的功能 据理说 好不看 好看不好看 什么时候该加粗 什么时候该加长 这是您的渲染器决定 OK 表格 咱们正常输出 接下来 接下来什么 居中居左居右对齐 该怎么做 我考虑过来 直接看结果 我直接把这个覆盖掉 狗 注意看 是不是 变了 打开 直接看 是这样 其实咱们通过这 咱们看不出来 知道吧 为什么 咱也不知道 它居中 居中 居左 对齐 对吧 但是咱们看一下 它生成的tag 就能够明白 首先表头部分 大家请看 如果学个CSS 朋友都知道 这个样式单 style里面 有个叫做文本对齐 的这么一个 CSS的样式单 left是居左 center是居中 right是居右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看一下咱们表数据的部分 同样 也是居左 居中 居右 都显示出来 对吧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冒号的写法的不同 就能够让咱们的表数据 做到居中 居左 居右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简单 对吧 如果咱们大家想一下 如果咱们大家想编一编博客 咱们就生生的敲这些代码 比如说从表格table这 一直敲到table结束 敲这么多代码 你不觉得会非常非常花时间吗 那么 如果用咱们markdown的话 就简单很多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OK 以上就是markdown 生成表格的写法 以及知识 希望您能够理解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代码 我也放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成为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